一年一度的育林荔枝狗肉节将在明天开始 虽然近期中国民众聚集了千万个联署签名 要求政府下令停办这个令人发指的地方节日 但是成效不大 当地民众依然打着文化棋子宰杀狗只大快朵頤 实在叫爱狗人是爱莫能助 目前只能够救一只是一只 唯一期盼的就是希望政府能够聆听民意 立法停止杀戮 一年一度的育林荔枝狗肉节明天开炮 向来偏爱吃狗肉的广西育林人 趁着狗肉节前期开始在家中烹调狗肉佳肴 狗肉店更是门庭弱势 尽管全球爱护动物组织过去几年 一直在境内举办系列反狗肉运动 甚至愿意出高价埋走狗狗 但是狗犯不为所动 含着捍卫传统保留文化的口号 继续买狗杀狗煮狗肉 而这一切所谓的捍卫伪论 听在爱狗人士的耳里甚是刺耳 爱狗人士来讲是坚决反对吃狗肉 首先我也是个爱狗人士 我自己认为狗真的是人类最亲密 最灵性的一个朋友 我们跟很多当地人交流 这个还很难去说服它 但是让我感到更可 也可以说是可悲吧 很多当地的就是 传承文化固然重要 但是每年要无辜宰杀上千只狗只 看在动物权益分子的严厉 根本就不合情理 中国动物权益组织曾进行民调 有64%的受访者反对狗肉节 当中国班书认为政府应该全面禁止国人食用狗肉 避免更多人践踏这些小生命 而实际上中国社会近期就收集到千万个连署签名 希望政府施压取消狗肉节 遗憾的是结果不尽人意 从明天开始会有更多的狗狗变成锅中肉 让人享用